人类对宇宙的感情是非常的复杂的,因为在史前时代,人类对宇宙还没有明确的认知,对它只有本能的畏惧之心,毕竟在那个时候每到夜晚,看到闪烁着点点光芒的夜空就像一块黑色的幕布,确实挺让人害怕的。 到了古代,人们对于宇宙的畏惧开始逐渐降低,慢慢的变成了好奇之心,而且西方人还把天空的星星看作是一个个的神明,而且对他们的生活环境也充满了向往。 在科技发达的近代,人们拥有了一系列的高科技工具,这时的人类对于宇宙也终于有了完整的概念,同时也开始了探索更深层次的宇宙的脚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探索的推进,人类也慢慢开始了解了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知道了太阳系中像地球这样的行星还有七颗,而人类最感兴趣的就是可能人类成为星际殖民第一站的火星了,其次就是体积最大的木星了。 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如果地球的体积和木星一样大,会对我们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仅仅只是体积变大的话,那地球确实会变得宽敞不少,而且一些地区之间的摩擦也会少很多。 但是如果地球的体积发生了变化,其他的条件不变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呢? 这就要从星球的属性来分析了。 根据探测卫星传回的数据,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11倍之多,不仅直径相差很大,木星的质量也是地球的300多倍。 因为木星一颗气态行星是根本无法居住的,所以如果地球变得跟木星一样大,并且还要保证是一个能够居住的固态行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质量比约等于体积比的方法来计算出木星大小的地球的质量。 通过计算我们能够知道,木星大小的地球的体积比为1比1413,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地球变得和木星一样大,那么地球的质量应该是现在的1413倍。 中学课本曾学过,重力是向心力和引力的合力,而一个物体的引力和其质量成正比,也就是说质量越大的话,引力也就越大,所以此时的地球的引力会比之前大11.2倍左右,而地球引力大了,重力自然也就大了。 那么如果地球变得跟木星一样大,并且重力还提高一个数量级,将会对地球环境和生活在上面的人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根据分析,主要会有以下让人出乎意料且害怕的影响,首先是大气层的消失,因为地球的引力提高导致了重力的提高,所以原本保护地球的大气层将会全部被吸到地表,此时的地球将会变成一个非常坚实的球体,所有的东西都会紧紧的贴住地表,甚至还会被吸入地壳或者是岩石之中。 失去了大气层之后,空气也会随之消失,那时的大自然也无法保温和调节地表温度,会形成极大的昼夜温差。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人类如果没有特殊设备的保护,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的。 第二个就是会发生大规模的陨石撞击。 其实,我们的地球之所以会有现在这样稳定的生活环境,全部都是靠木星的保护,这是因为有了木星的金星保护,才避免了地球遭受大小陨石的撞击。 所以木星也被称为太阳系的青道夫,地球的保护神,而它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些美誉,主要是因为它巨大的体积带来的引力。 因为木星在太阳轨道的外侧,所以当有小行星误入太阳系之后,木星就凭借着它强大的引力拉住这些小行星,并且撞向自己。 即便是没有拉住,木星也能够依靠引力弹弓效应,把这些小行星甩出太阳系。 比如之前进入太阳系的奥默默,就是被木星甩飞的。 所以如果说地球的体积变得跟木星一样大,那么作为固态行星的地球,其引力会比气态行星的木星大得多。 如此一来,许多小行星和陨石都会将被强大的引力吸引过来,届时地球上被撞击的几率将比现在高出很多。 第三个就是人体无法承受之重。 在失去了大气层,空气,还有陨石撞击这些问题之后,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地球的体积变得跟木星一样,那时人类将会在重力的作用之下紧紧贴着地表。 而且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惨烈,因为人类的脊椎骨是无法承受这样的重力的,而且会导致骨头的爆裂。 不过,人类的适应能力都是很强的,可能最终人类也会进化成贴地爬行的蠕虫形态。 当然了,以上结果都是建立在地球变得跟木星体积一样的前提之下,而实际上不可能变得和木星一样大。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行星其实又被分为两大类,一种叫类地行星,一种叫类木行星,这可不是乱区分的,而是和太阳系最初形成有关。 按照目前科学界主流的星云假说,太阳是诞生于分子云的引力坍缩,在引力的作用下形成的,而太阳系中的行星则是由形成太阳时所剩下的边角料形成的。 不过,虽然都是些边角料,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仔细分析,太阳系行星构成就会发现地球火星、水星、木星这些行星中都含有大量的重元素,其实这就是类地行星的特征之一,而构成类木行星的大多都是氢和氦。 说到行星构成就不得不提到宇宙中的元素占比了。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宇宙中大部分元素都是氢和氦占了约99%,其他元素占比大约在1%左右,而太阳系同样是这样的占比,在太阳系形成初期, 太阳会向外吹出猛烈的太阳风,而太阳风会将物质向远离太阳的方向吹带,而那些重元素并不能吹得很远,而氢元素、氢和氦等则会被吹得特别远。 所以才出现了靠近太阳的行星拥有了大量的重元素,并且体积相对较小,而距离太阳更远的一些行星基本上都是由氢和氦构成且体积巨大。 所以说太阳系内的行星大小其实是由太阳系本身的元素占比决定的,如果地球要变成质量是现在1413倍的木星大小, 这就意味着太阳系的物质总量也可能要同时变大为原来的1000多倍才行,而一旦太阳系物质总量这样变化了,那情况可就复杂多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保证,那就是距离太阳近的行星将不再适宜生命居住。 总的来说,假如地球变得跟木星一样大,那么人类不借助额外设备的话,根本无法在这样的地球上生存。 而如果地球一开始就跟木星一样大,那么大概也不会诞生生命。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我们哦。